刚刚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心里什么感觉 生出来医生说很健康 然后我们就那个心就缝下来了 医生抱在我的那个 旁边给我看了一眼 是个女孩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都比较喜欢女孩 因为女孩跟妈妈穿衣服吧 她再大一点点 跟我个子差不多 她也可以穿上我的衣服呀 你是这么想 然后两个还可以一起 你之所以不顾死活我也要生 其实就基于母亲对孩子那种最原始的希望 每个人都想当一次母亲 我也想当一次 那不一定 不是每个女人都有勇敢能做妈妈 你挺勇敢 今天这位嘉宾 他画的画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因为他画的所有的人物 都是张开怀抱的样子 充分说明这位嘉宾为人处事 是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 但是他画了两盆花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花盆里的花的特点是什么 他渴望别人欣赏 同时还渴望别人呵护和照顾 所以我特别提醒 这位嘉宾的配偶 要多给他关爱照顾 同时也希望我们这位女嘉宾 要多和外界更多的融入 你把你的幸福心愿说出来好不好 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带着公婆 一起去北京旅行 好 谢谢 来 谢谢 去北京旅行 他们六七十岁了 还没去过北京 来看看首都 对 因为他爸爸是当兵的 然后就想带他去天安美看看 那你爸妈岂不是要吃醋 我爸妈他们离得远 再加上他们也比较忙吧 也比较忙 你想不想带他们去 我也想带到 那就带大家一起去呗 也要不着多少钱 对吧 好 来 我们来看看他们 有什么样的助力 好吧 来 看看你们一家人 这么幸福啊 这么快乐 我们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啊 如果你父母和你这个公共婆 来北京的话 欢迎他们来我们医院 给他查查眼睛 好不好 然后呢 我们梅尔木医院 眼科医院呢 还愿意助力两千元 帮助你们实现这个旅游的梦想 好吗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的合作伙伴 华中酒店集团 他们在这个北京的旁边的白石山 有一个特别好的五星酒店 我特别想邀请你 带着你的先生 带你的宝宝 给你的孩子一次 真正高品质的 丰富的 快乐的这样的陪伴 我希望你的宝宝 是在满满的爱里面 和陪伴的成长的 祝福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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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父母这个连带呀 对于北京有着特别的情怀 我妈妈去过很多地方 我问她 我说 你觉得哪最好玩 我妈妈毫不犹豫地告诉我 北京 所以我的父母 他们那一辈呀 其实对北京真的有着特殊的情感 那么我们五居五束旅游住宿品牌呢 希望邀请你们一起去来北京 看一看 谢谢 谢谢 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的遭遇 漫长的人生道路中 只有爱能慢慢抚平伤痛 愿明飞夫妇能够在爱中互相温暖 能够让宝宝在爱的滋养中快乐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